5至4节 习题第11题 Finds in Proportical 求这个广义积分 被积分来说是A4乘1的负X 积分上线是正无穷 积分下线是0 所以很明显的 积分上线是正无穷 很明显的是广义积分 那剩下这个不定积分怎么做 就是A4 1的负X 这个不定积分怎么做 这个不会的话 题目解释也是一样 放在旁边两半 放在旁边两半 那这个很明显是IBP的 IBP的结法 IBP的结法 这个是第三顺位 这是第一顺位 所以这个会等于A4 这个是D-1的负S 所以这两个给它合并 两个给它合并 再利用UdV udV为了UV 减掉Vdu 这是IBP的公式 要把它记下来 是UV-A4 负S 1的负S 简简变加 加上1的负S 回来DX 或者负这照超 负S 1的负S 那1的U要DU 这是负1的负X 再加C 那要不要整理的话 负1的负S 提出来 X再加1 再加C 这是IBP的结法 这个呢是IBP的结法 所以IBP不会的话 这题呢 就没办法结了 当然还要用到广义积分 用到广义积分 所以我们看它的Selucion 看它的Selucion 所以这个呢 用广义积分 让P呢 区积无穷大 P呢 区积无穷大 所以我们让P区积无穷大 然后0到P 然后莫拉减西口 这两个合并 这两个合并是 第一挂5-1的负S 那利用IBP的公式 U低V 是UV减掉VDU 那正负要处理好 正负要处理好 极限造潮 极限P区积无穷大 然后UV 它是外面做 做完再套进来的 边做边带 边做边带 UV-S 1的负S 0到P 减减并加 减并加 面称0到P 1的负S DS 你也可以外面做 做完再套进来 也可以啦 看你怎么做 然后带上线 减带下线 带上线 减带下线 带上线呢 减掉带下线 那后面给它积分积出来 后面的积分呢 这个1的负S 积分呢 是负1的负S 也是0到P 那这个呢 带上线 是负P 1的负P 减掉带下线是0 减掉带下线 那后面呢 也是带上线 减掉带下线 后面呢 也是带上线 减掉带下线 后面呢 也是负 又要沉进去 带上线 1的负P 减掉 1的负0 是1次方 1的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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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等于1的0次方 会等于1 会等于1 这个是基本常识 等于1 那过来 这个P 七七无穷大的时候 1的负P 会去去哪里 那P字1的负P 会去去哪里 这用到罗毕达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用到指数的性质 指数的性质 1的负P 变成1的P字三分之一 当P七七 当P七七无穷大的时候 当P七七无穷大的时候 这整个呢 一定会七七零 这一定会七七零 很明显 父母月月月月大 分子是1 那剩下这个会比较难一点 极限 P七七零 P七七零无穷大 P七七零无穷大 这是 这个是 负P 这是1的P字方 1的P字方 1的P字方 这分母七七无穷大 分子也七七零无穷大 负不看的话 那我们用罗毕达 用罗毕达 这是P七七零无穷大 所以罗贝达是1的P之方造超 造超对P做导含数 那这是负1 所以很明显这也是0 但父母月月大的时候 整个分子是负1 所以整个会趋近0 所以这个极限值也会趋近0 也会趋近0 那答案呢就是正1 答案就是正1 所以你这个极限值要外面住 而且要说明 要说明 要说明一下 要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极限值 用罗贝达会等于0 然后这个极限值很明显 这个极限值 一极无穷大受 一的无穷大分之1 也会趋近0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那常数的极限值常数 所以答案呢会等1 答案呢会等1 很明显的 最后写个答案 这个广义积分呢 会等1 等1呢当然是收链 converges converges 那这个呢是用到罗贝达 要把它记住 用到罗贝达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 当P极无穷大受 一的P之方分之1 会趋近0 这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五字四节 用到IPP解法的下几分 也利用到IPP解法的下几分